请听周玉寇呛新闻 听众朋友你好 今天仍然是在年节的气氛当中 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继续的来问安 昨天第一天上班好像还蛮多人没有进入职场的状况 今天开始天气也比较好了 新闻也比较热烈了 但是我们也要祝福那些被华航的机师罢工影响 在旅程当中受到一些波折的乘客 但愿这个罢工在双方的权益都可以维持的情况之下 消费者也能够保持他们在旅途上 跟搭乘飞机上面的平安和顺利 今天我们的节目应该会有一点过年的鞭炮的味道吧 先跟各位介绍我们的特别来宾 第一位是我们先从远的介绍起 近的远的都没关系 尚义夫 各位观众大家好 各位尚义夫是那个王金平专家 没有 就是他是新闻界里面跟王金平这个跑 王金平新闻跑很久 而且跟王金平交情也很好 但是他在必要的时刻对于王金平的内幕 也是这个非常的这个不手软的 也不留情的要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 有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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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有 好接下来当然朱立伦的爱讲 叶元之 寇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恭喜你啊 谢谢寇姐 新闻事业 你的票很高哦 就是谢谢大家 给新闻机会 是侯友宜的那个光环还是朱立伦的光环 都有啦因为我以前在市政府服务嘛 所以大家投给我也是对市政的肯定 好在竞选的时候有点睡不饱 这两天比较好一点 昨天我看那个赖清德接受彭启明到台南去直播访问他 他说他新年的愿望叫做读书睡觉钓鱼 我想大部分的选举过的人或是政治人 我都希望愿望是睡觉的 过年的时候睡觉蛮重要的 好 可是对于参选总统人来讲 恐怕最希望的是下个礼拜就投票嘛 还是希望再过两年再投票 这跟所有的候选人不一样 我们今天的题目呢 这个就从昨天王金平接受访问的时候 对朱立伦开炮呢 还是向朱立伦邀功呢 各种说法不一样 那前提就是说 王金平说在2016年的那场选举当中 朱立伦这位党主席曾经多次劝他来参选 有六次邀请他 最后新郎不是他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我先请教一下上义夫先生 王金平院长是一个讲话非常谨慎 而且呢 对于跟政治有关的 这个敏感的人与事 他通常都有他的一个基本上的 公道博的留情 他昨天接受访问讲的这一段话 很震惊各界 是因为 其实也不是新闻 但是从他的嘴巴里面讲出来 到底他的目的是怎样 他跟朱立伦分手吗 现在是竞争关系 什么意思 两个人都要选总统 不是竞争关系吗 所以他现在是抹黑对手吗 抹黑的话基本上的理论是 不是事实才叫抹黑 是事实就不叫抹黑 你知道了这件事情的真实状况是怎样 至于几次我是不清楚 他说六四嘛对不对 是的确朱立伦有找过王敬平嘛 有找过选总统的是2016嘛 当初初选的时候 王敬平没有登记嘛 那主要是王敬平的夫人 起立反对 非常强烈的反对 那后面当然要换柱了 朱立伦有去找过王敬平嘛 那王敬平里面两个人对谈 其中还有谈到一个关键人 马英九 马英九当时一定是反王敬平的嘛 所以那时候媒体还不记得 有媒体有报道过说什么 如果提名王敬平选总统的话 换柱王敬平的话 马英九要退党 还记得有这个新闻嘛 那时候为什么马英九这条新闻 会突然莫名其妙跑出来 就是因为朱立伦跟王敬平说 马英九那边他去负责谈啊 没问题啊 结果谈了一次被马英九骂了一次啊 从此以后就没有再谈了啊 所以就一直跟他说 马英九会不得 结果一路到 就是王敬平说的倒数两天的时候 不是又来了吗 又来找那个王敬平 王敬平当然知道是朱立伦了啊 那王敬平当场有问朱立伦一个问题 为什么不给吴敦义一个机会 朱立伦这个问题当没听到继续讲他的 不回答这个问题嘛 当那时候前两天大概王也知道朱会自己上了嘛 他也提到吴敦义你看嘛 2016的时候 对啊2016 否则他提吴敦义干嘛 为什么不给吴敦义一个机会 那就表示说 你根本从头到尾跟我说 你都会摆平 你都会怎么样 都不是事实嘛 到最后两天的时候 两天后要换柱的时候 为什么王敬平会说一句话 为什么不给吴敦义一个机会 就表示王敬平也知道 从头到尾你对我的承诺根本就是空的嘛 不然我怎么会提这个问题呢 那王敬平怎么不是说两天前说 搞定啊 那我准备上了 为什么不是这样打 是说为什么不给吴敦义一个机会 表示从头到尾都知道你朱立伦 你的承诺根本就没兑现嘛 就是朱立伦承诺没有兑现 好可以 这是事实嘛 确实是朱立伦有去跟王敬平说过 换柱前换柱后都有哦 换柱前啊 换柱前就说要换柱以后要让王敬平选嘛 对 然后换柱后也有啊 是那我问你啊 那就说那王敬平的意思是朱立伦是有困难咯 还是说朱立伦从头到尾就糊弄他就骗他 从头到尾就糊弄他 真的还是假的 那因为马英九不肯啊 他的意思马英九不肯他已经谈过了 那为什么还要跟王敬平继续说会找他会怎样 会提名他会让他选 啊经过一次就已经被马英九打枪就没有再谈 不敢再谈第二次啊就然后朱立伦还来跟王敬平说 你来选 所以王敬平那边的幕僚 其实那一段时间王敬平并没有讲任何话 对啊对啊 是王敬平周边重要的人都在说朱立伦都在糊弄他啊 那个时候我记得昨天炳凤还把他以前写的一篇文章拿出来给我们看 那个时候都有内幕的出来嘛 但是王敬平没有证实对不对 都没有证实啊 那王敬平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这个讲出来 他的目的是要告诉大家朱立伦骗他呢 还是说到底他的目的何在 目的何在啊 我们回忆一下 记不记得维基写密写过朱立伦的好几篇 都在背后讲一些什么 马英九不喜欢很不喜欢宋楚瑜啊 马英九不会听连战的啦 马英九要吴伯雄啊连战王敬平啊 什么什么什么当退出去啊怎么样 他背后讲话都讲很多 台面上都没讲什么话 当维基写密出来的时候 大家就说原来他竟然讲这么多 一样啊 他以为跟人家讲话都不会传出来吗 七老八十啊还选什么总统啦 跟企业界碰面的时候 人家说王敬平要选王朱沛 马上王 就说王的身体怎么样啊怎么样啊 那个身体之说完全都是假的 都是错的讯息 这谁讲 你刚才讲的都朱立伦讲的 朱立伦讲的啊 朱立伦跟企业界说 企业界的讲的啊 王敬平身体不好 王敬平七老八十了 哎呀我就讲白一点的话 他跟哪个企业界 他企业界人民就不讲了 保佑一下了 他就讲什么 他企业界好朋友 我们都认识啊 朱立伦的好朋友 王敬平中风啦 王敬平去医院开刀啦 啊有吗 王敬平有中风有开刀吗 你的意思说你们跑新闻的消息是朱立伦 他公开都不多讲话 最近他很低调嘛 实底下讲很多话 都被王敬平叹得了 不是 包括是他跟哪个企业界讲的 企业界讲的 你看企业界会说 王敬平也要选王朱沛 怎么你们王朱沛 那表示跟王也有一定交情啊 有啊我听过 企业界人士跟我讲过啊 那一听到以后就跑去 当然会回去问王敬平 你身体出什么问题 王敬平一定谁说的 哦 原来才知道是朱立伦说的啊 朱立伦在外面乱讲啊 就是听朱立伦说的切解的好友 跑去问王敬平 当然会回去问王敬平嘛 那他们两个人现在的关系 不只是竞争关系啊 已经是竞敌的关系啦 还是竞和的关系嘞 这要怎么说 你说呀 这些为什么王敬平都不说 当然就是 比较符合他的个性嘛 他现在说出来了 就是敌还是何 他说的还没有说过 我说的这一段他有说吗 他对我也没讲啊 还没 下次他来接触我房 我再说我来confirm他一下 你跟他confirm了 那你就跟他confirm了 好 所以义父你判断 王敬平跟朱立伦现在的关系 就是他昨天这一段话 讲说哎呀朱立伦啊 这个跟我教训啊 然后最后新郎不是说 有政界跟新闻界有两种说法 一种就是王敬平跟这个朱立伦已经开炮吧 这个 开始竞争了 不要讲开炮了 竞争 因为王敬平不是一个会跟人家开炮的人 那第二个有一个人说法 就是说他可能就是向各界传递着朱立伦欠他人情这件事情 想要想办法让朱立伦 劝退朱立伦或是将来跟朱立伦来王朱配啊 或是朱王配啊 王朱配现阶段都没有这个考虑的问题啦 现阶段最大的问题是 初选登记完以后两双方面就要打仗了吧 其实你去中南部一路到北部上来跟王比较重要的人 基本上有很多人都建议 正义里面很多建议就是说 其实外界不了解朱立伦这个是 他是什么样的人 应该让外界了解朱立伦是个什么样的人 朱立伦是什么样的人 王敬平眼里他是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人 其实王敬平知道很多事他都不讲 因为你也知道他的个性啊 他不太会去公开上道人长短的事啊 朱立伦是个什么样 就是说你在按照王敬平的说法 就是他说一套做一套 就是光这件事情就已经是窟窿他嘛 然后等于骗了他 自己最后选了总统 对不对 那这还是一件 第二就是朱立伦在背后 散布对王敬平不利的消息 这两件事 这是最近的哦 我说的那个七二八十选总统啊 什么中风开刀 那个是最近的时候 那个是最近对 那个是去年年底左右的事哦 去年年底左右就上上个礼拜的事 你不要把他讲那么久 去年年底大概10月11月的时候 朱立伦自己心知肚明 所以为什么王对朱立伦 是有一点不爽 你怎么可以去讲不是事实的话呢 我就是有企业家听到朱立伦跟他说 然后企业家去问王敬平 好了这一段讲完了 那个叶元之昨天朱立伦 这个我其实有有问一下 这个朱立伦办公室 那这个是就是发言人嘛 师庭是说朱立伦现在忙着要去美国嘛 14号要去美国 然后后来就是这件事情 因为其实刚刚放完年假 大家还在还在过年 甚至于罢工的那个那个新闻还在烧 所以所以难免还虽然很多人议论 但是还没有很很很这个烈火 可是到了晚间突然朱立伦办公室发了一则消息说 呃是是有邀约嘛 对不对 应该因为昨 因为这个事情最主要是昨天早上 王敬平王院长接受广播的访问 中午中午中午 中午的时候 所以这个议题才出现嘛 那所以晚间他们来做一个回应 那王院长是讲说 等一下我们要进广告 等一下请原知完整的讲一段 因为刚才上一幅讲的一段很完整啊 对对而且 很多次传话的内容啊 我都没有听过的 而且杀伤力很强啊 什么什么什么 我是讲的是事实啊 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我觉得这样的王敬平比较可爱一点呢 他以前也太奇怪了吧 太没脾气了吧 那我们进广告 周玉寇呛经文 好这个王敬平哈 说这个朱立伦 这个约请他这个邀约他 这个在主席任内上一次选举 劝他当总统候选人 最后的新浪不是他 这一消息出来之后呢 这个刚才这一幅的说法是 当然就是王敬平哈 这番言论觉得他是被呼隆 可是朱立伦办公室 昨天晚上有发个新闻 他说他们承认朱立伦主席 那个时候去约王敬平 但是他说他们的回答是说 都被婉拒 这是两种不同的说法耶 按照王敬平昨天的说法是说 新郎不是我 我本来想做新郎 结果被你换掉了 那王敬平的这个说法 跟义夫刚才所做的背景说明是 王敬平没有不要啊 或者是王敬平如果不做 他认为朱立伦应该让给吴敦义吗 他问一下吴敦义 为什么不给吴敦义 所以义夫刚刚讲的那幕是 朱立伦好像这样子不好耶 这样先弄下去 朱立伦变成变成一个 变成一个骗人的人 第二还到处去放话 去背后在那边放消息 在挑拨这个王敬平 跟他个人的形象的事情 这好吗 其实听众朋友只要好好想一想 就知道其实朱立伦 他没有必要这样做 因为在四年前 那时候一开始是国民党 没有任何人要出来参选总统 所以后来才有所谓 所以洪秀柱跳出来说 他要抛砖引玉 所以党内才启动一个初选 那时候有做一个防砖的民调 那洪秀柱因为过了那个民调 所以才正式被提名 所以朱立伦的确是在 洪秀柱出来之前 有去找过王金平 这是确认的 包括李四川今天 街头媒体访问的时候 因为李四川他是当时的秘书长 他有讲说 王金平可能是把 初选前后的事情把他搞混 初选前朱立伦的确有找过王金平 但是王金平都以他的太太 身体不好为由来拒绝了 所以王金平其实只要当时答应 他就会被提名了 他没有必要说到后来 换柱之后再找他 其实之前他愿意的话 他都已经被提名了 所以大家只要想想看这个逻辑 朱立伦没有必要去做 这逻辑有点问题吧 朱立伦没有必要去做这件事情 洪秀柱已经登记了 这要民调耶 不是王金平要就不用初选就提名他耶 对没有错啊 王金平那时候是说他太太身体不好嘛 他拒绝嘛 那为什么后来他太太身体又好 还是怎么样 所以所以我觉得是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问题 朱立伦没有必要去做这件事情 中间王金平有表态过哦 从来都从来都没有表态过 他讲过一个很比较间接的话 记不记得这个衣服 有 他讲过那四个字 我们来查查看 因为我是个知识 因为就我的了解啦 王院长好像从容到尾都是以家庭因素拒绝 所以王院长说新郎不是他 但是你新郎第一个他也要告白啦 如果你没有告白的话 人家要要来迎娶你 或要促成这段婚事 也不知道如何下手啦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你这话还讲的话还蛮严重的 就是从朱立伦啊 办公室朱立伦啊 这个团队的消息 你们的了解是 朱立伦是认为这个王金平这新郎 没有告白呀 所以当然后来 所以当然后来就因缘不足嘛 不是朱立伦骗了他 朱立伦没有必要 或者呼隆他 没有必要骗他 因为本来就是希望他出来参选 那他一开始就拒绝 所以没有必要后面再骗他 他不需要去做这件事情 我知道这个这一段 我们曾经有过这个 新闻报道过啊 这义父也记得 可是后来你记不记得 就是说就一直有换柱这样的说法 可是换柱换成谁 当时是疑问 那为什么有换柱这个说法的时候 朱立伦有没有再去找王金平 我第二个我想要澄清一下 现在四年之后 因为现在国民党情势比较好 大家忽然就讲说 四年前我想要承担 你怎么不给我机会 可是你回想到四年 那四年前 那时候是国民党最惨的时候 那那个其实不是一个好 不是说如果说王院长以新郎来比喻的话 其实那个不是一个上花轿 好像我把你用一个很风光的方式 让你去迎娶 其实不是 四年前是一个上刀山的情况 那现在王院长的讲法 感觉上很像是说 哎呦朱立伦你抢了我的机会 你怎么不让我去承担这个败选的责任 你怎么不让我去得罪洪秀柱 那甚至于你怎么要让我继续来做这个不分区立委的第一名呢 感觉好像有一点点那种味道 实际上朱立伦他是 我个人认为那时候是没有人要出来 所以大家希望他出来 希望他出来承担 谁不知道四年前出来选总统 最后的结果一定是选的不好看 而且还会得罪洪秀柱 那所以现在好像讲的一副 呃你都不给我机会啦 你骗了我 四年前的确不是这样 那还有一个 这是我们自己基层的焦虑啦 我觉得国民党现在 感觉上总统的提名 一直程序要拉到很后面 现在昨天有一个新闻嘛 吴敦云主席讲说 四月才要公布办法嘛 七月才要确定提名 其实你拉的时间越长 对党内的和谐是越不利的 因为我们现在 这个基石问题我们大家讨论 就是刚才这个 义富讲的前面就 王金平说新郎不是他 你现在做了一个解释吗 因为你今天上节目 一定也有朱立伦办公室的 这种某种的这个权威性在了 代表性 那接下来就是 刚才义富说的 有企业家听到朱立伦 在那边说 七老八十的王金平 就是最近啊 最近一两个月 2018年年底 当王金平要选总统 这件事情已经变成 几乎就是事实了之后 朱立伦跟企业界参训 就在这个放这样的话 七老八十来选总统 然后又中风 又什么住院这些事情 然后这些企业家又去问王金平 这件事情 朱立伦需要澄清啊 那到时候如果这个变成对质了 然后王金平旁边找出企业家 证明真有这事 那不是麻烦了 你们的竞争还没开始 对不对 其实是因为我相信义夫哥也是听身边的人讲的啦 这应该不可能是王金平 王院长跟他说的 义夫哥常常跟王金平关起门来 但一定不是王院长跟你讲的嘛 一定是旁边的人在传话啦 这没表情 那我觉得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去求证 我没有跟当事人求证 你怎么知道我有没有 我是猜测啦 那我的意思是太有了 因为我们的个性讲出来就一定有去求证 所以好 按照义夫刚才的回答是 这是王金平亲口说的 有企业家跟他说 朱立伦说你 七老八十来选总统 没有 企业家跟他说 朱立伦说你中风开刀 OK好 这个部分因为我没有听过啦 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承认 但是我觉得话传来传去 总之会有家有天出啦 这是人之常情 朱立伦现在选总统的 基本的战法是什么 他一直蛮低调的耶 然后气势一直没起来 可是他民调当然一直领先啦 他领先原因是因为 大家对于他的执政的经验肯定啦 毕竟他在行政历练上面 是相较于其他人是比较丰富一点啦 譬如说他做过 十多年的直辖市的市长嘛 还有做过行政院的副院长 做立法委员 那还有他现在也才57岁而已啦 所以各方面条件 你讲这话又要让王金平生气了 我不是 你记不记得危机解密的时候 那时候江敏昆不是要 征行政院院长吗 结果给刘兆玄嘛 那危机解密上面 你就知道朱立伦对年纪比较大的人 用词都很不客气 70岁了还想掌权 你去危机解密看看 我跟你讲朱立伦对年纪比较长的人 如果想要在政坛上继续发展 他的评论几乎都是负面的 你可以去看危机解密 我现在不是讲朱立伦对人家的评论啦 因为这个部分我也没办法 我现在讲是说 所以是原汁的意思就是他们的阵营评估 就朱立伦阵营评估 他是所有候选人里最年轻的一个哦 他不会 韩国瑜很年轻哦 他不会把自己的这个条件拿进来评估 我现在讲的是说 他现在民调最高 一般大家的看法是这样嘛 那当然年纪只是不是完全的因素啦 OK 对 因为扣姐刚问我是说 他的战法是什么 我觉得朱立伦阵营现在就是 目前来讲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好吗 马上回来再上课上总统课啊 好我们那这个 周遇寇抢新闻礼拜一到礼拜五的 早上八点到九点 为各位播出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 尚义夫跟叶元芝 好这个接下来我们还是要谈清楚 王金平跟这个朱立伦 在2016年的关系 那那为什么这一段 后来都一直没有解释清楚 而且那个时候 其实王金平所碰到的 这个还有一个困难的问题 就是他的部分区立委 能不能被提名吗 这个朱立伦是为了王金平 把这个党章给改了 不是吗 你刚刚讲了 朱立伦现在的选举 是先从经济啊 到美西去啊 然后去一趟 然后接下来 朱立伦现在的选举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着眼在未来嘛 那新创产业当然是未来一个很重要的 因为现在经济或者是产业科技变化非常的快 所以你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 你当然要对于世界发展趋势要很了解 所以你刚刚说他现在在上课 他请了不少 就是非常年轻很顶级 请问你他2016年都选过总统了 他还上课 你不要背上衣服笑 2016到2018 其实产业变化非常快 我说的是上课 实际上就跟很多人交换意见 OK 他现在是在做铺陈 他选总统的这个政策 你选总统 你绝对要提出一个未来的愿景 这次他是去美西 去美西 然后事实上到美国去面试这种 一定是面试两岸关系 那朱立伦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而且维基解密上 他好像大家一直认为 他是美国的好朋友 甚至还怀疑他跟钟晴去有关 但不管怎样 他6月他还有一趟美国执行 确定 我是看媒体报道的 我是不了解 为什么他会这样子 就是说先去美西 因为柯文哲3月要去前美 这一次访美他的定调 是在一个 就是对于产业了解之旅 等于是总统的这个 这个实习课 学习课 那我们接下来 来这个请教义夫 就是那我觉得很奇怪 王金平那个时候 我们现在回国头来 朱立伦对王金平也不坏 他拿了总统候选人 同时他也提名了 王金平做不分区立委 第一名 我觉得那是两回事 那有没有 我们那时候还怀疑 他们有没有交换呢 交换倒不至于啦 因为当初 讲一句白一点的话 当初大家都说什么 2016承担了朱立伦承担 2014没有败选前 吴敦一跟朱立伦不是竞争的要死吗 准备要选2016吗 2014年大败以后 两个人都说不选了 这是承担吗 那是2016被逼了 我看换柱的过程 第一阶段是为了总统选举 第二阶段是为了立委选举 所以第一阶段的换柱之说 是本身为了总统选举 第二阶段是立委 大家受不了了 所以第二阶段的换柱 第二阶段的换柱才会有 有所谓后面 是不是找王金平的说法 那现在讲到好像说 我只是邀约 被婉拒 被婉拒 新郎没有答应啊 我觉得 可是按照王金平的说法是 其实他有表达意愿了 只是被呼隆掉了 那时候王都已经在准备了 你说2016王已经准备了 那时候换柱的时候 他都已经在准备了 还有一件事就是说 当初传出来说 马英九说如果让王金平 选的时候要退档 那是已经启动换柱了 那都已经是启动换柱了 所以王也要这个 要体谅一下朱立伦啊 他就不敢反买啊 马英九就 那你觉得朱立伦现在 可以出来跟王金平见个面 把事情讲清楚吗 先讲一下 为什么要在私底下 说他吉老八十 说他这个先解释一下吧 中风出院 我觉得这个先解释一下吧 好 上一副很权威的说 他有去他有去证实 这个王金平 我要不要解释一下 这个原因是怎么来的 你说这个这个新的恩怨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时候 就是韩国瑜在办 在办左营男子 左营男子之友会 后面民进党不是说 你号称三万人 只有几千人的那一场吗 选钱 对对对那一场 王金平原本要去 但是后面呢 大概人的身体有点晕血 那夫人就坚持他要去医院看 那医院看完了以后 医生就跟他说 你操劳过度 你住两天 掉点滴 休息两天就好 所以他掉了两天 所以他真的有住院吗 对对 掉了两天的点滴出去 那朱厥男子跟他说 他中风开刀 你认为中风开刀 可以两天出医院吗 朱厥男子 common sense好不好 common sense好不好 中风如果要开刀 那就很严重 开完刀还要复健 怎么可以随便两天就出国呢 朱厥男子今天要答复他到底有没有跟某企业 某企业家说 王金平中风开刀 最好要答复企业界的人民是 很多人都知道的 那个企业家跟朱厥伦比较好 还是跟王金平比较好 王金平也要选 王朱沛好不好 你认为他跟谁比较好 那个人这样讲 对啊 所以他才会说 王金平身体不好啊 好我跟你说啦 从竞争的角度来看 这个原质 王金平是开始开火了 他开始激烈的竞争 他不是温良公奸让的选法 那朱厥伦这边碰到 对 义不容辞了 义不容辞了 对 好谢谢我们的这个执行制作 把我们找出来 当时就是2015年的6月10号左右的报纸报道 那陈亚玲 他这个就是三里嘛 你刚才说 这个曾经讲到 那这件事情 说他是义不容辞要参选 那 可是义不容辞之后呢 我们又问了半天 他又不讲话 然后大家就觉得你很烦 那上一副你不觉得王金平以前扭扭捏捏蛮烦的吗 所以我觉得他昨天蛮可爱的 但是希望他开火之后不要又说回去了 我告诉你这样对他形象不佳 现在朱立伦碰到的第一大对手 未来几乎就是王朱之战 我想澄清两件事情 因为按照一副科的一句话 我相信啦可能中间传话 有没有失误我不知道 但是我要澄清就是说 其实朱市长对于王院长 其实是蛮尊敬的 大家其实回想一件事情 那时候国民党本来在告王院长嘛 那后来是谁把这个官司撤销的 其实也是朱立伦在当主席的时候 那那时候马英九 马总统其实蛮生气的 那马总统那时候还对当时的朱主席讲了重话 但是朱也把他承担下来 就是因为也是对王的一个尊重啦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国民党四年前提名这件事情 就我的了解 我们在旁边的了解 其实王院长好像透过幕僚一开始 的确本来是有要答应 可是后来又以别的因素考虑 又没有继续愿意要选总统这件事情 所以中间的确有一些 就是来来回回 王吉平是比较内敛一点的 这个表达比较那个 所以 比较婉转 我假设我做一个比较持平的 反正一句话吗 两个人从雄终究有一个人说谎 我做一个比较持平的评论 就是说我今天我要来迎娶你 结果你一下跟我说 好啦好啦好啦 一下就说我要考虑一下 我爸要反对 然后那我作为一个 要迎娶的人或提亲的人 我也会想说 毕竟这是一个上刀山 它不是一个上花轿的一个好事 既然你好像比较 没有那么的意愿 那我再另外想办法 所以他不是一个说 今天是一个很棒来吃一个大餐 而是你要去帮党打仗 那当然 这就不好意思勉强嘛 还有一点哦 王院长那时候 朱主席已经把他提名做 不分区立委的第一名 而且是破例了哦 那你已经摆明有一个立委可以做了 你本来没有立委的时候 你说你要去 你后来有立委之后 你说你后来怎么没有找我选总统 其实我认为这中间的确会有一点点 让人家 好原汁讲到关键啊 义夫 当时我们在讨论这个新闻的时候 当他说了义不容辞啊 这个等等 他的态度又比较明显的 有一点想争取总统候选人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都评论过说 王金平是不是用这个筹码 来争取不分区立委 对不对 你记不记得 那这个 因为朱立伦做主席嘛 这提名权在他手上啊 所以那一段时间到底 王金平的首选是 选总统还是不分区立委呢 选总统 2016他 他就想选总统 就要选总统啊 然后被朱立伦派去做不分区立委 然后朱立伦还跟他说 敏凤写过一篇稿子说 朱立伦跟王金平说 我们可能三党不过半 国民党可能还是第一大党 你还是可以连任立法院院长 有这一段吗 这一段当初 在讲不分区的时候有提到啦 但是这跟选总统是后面的事吗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 王金平一直要 2016确实第一次任是选总统 就是说你知道我们里面不分区的登记都是在很后面 对 都是在那一个立委选举登记的时候 几乎最后一刻才把不分区的名单交给 对对对对因为大家要那个亮牌啦 那会踢得很晚 请问你立委什么时候登记 换住什么时候换住 就是他在换住之后啦 所以那时候不分区立委还没有递出去啊 OK 就是王金平有点被折磨的感觉 其实我觉得王金平他如果这么有意愿承担选总统 他就宣布就好了 就不会有后来的红袖柱了嘛 你现在又回过头来讲 因为马英九要退党嘛 你现在又回到初选那一段 现在讲的是换住的过程当中 你不要再回到初选那一段 我的意思是说这因素永远都存在嘛 马英九的因素在换住前 所以朱立伦去跟王金平说 马英九那边他会去负责嘛 结果负责不成功 然后回来又跟王金平说 啊没有还是要你选怎么样 所以朱立伦没有要耍王金平嘛 那马英九因素我是不知道 但他从后到尾都没有要耍王金平 但是现在换住这个事情 被王院长提出来讲 感觉上好像有一点点要攻击朱市长的诚信 这个是很多媒体的报道 不止啊他几乎就是直指朱立伦不成信啊 说谎咕咚人变大 他没有必要这样做啊 所以我们其实经过今天的讨论 可以知道朱市长并没有要这样做啊 好严重今天是你讲朱市长 自己应该出来开个记者会嘛 叫他出来讲嘛 这个问题而且王金平是 王金平是公开讲的 那就请朱立伦主来讲嘛 王金平下了决心了 要跟朱立伦做正面的直球对决啊 那这场选举最后对国民党而言会 会是一场双输吗 对国民党形象好吗 你们两位最特别是义父在政坛上 这个大家这个了解这么多 那很多人说国民党如果这样弄了半天之后 得利的会是蔡晓英 我们进一段广告 我们那今天在现场请到的是台新北市的一个新科事议员 叶元支他过去是朱立伦团队的发言人 你跟朱立伦工作多久 我跟他工作十多年 十多年 OK好 王金平跑立法院新闻 好像跑很久 不是上义父跑立法院新闻 我不想讲很久 王金平当书记长开始 那王这哪你有那么老 第一届就开始跑 所以你十岁就跑新闻 第一届就跑了 郝义父你了解的王金平 就是现在双方都已经 你讲这是竞争关系 但是这是一个激烈的竞争 就是有点对立的竞争 那这个关系发展下去会怎样 就是现在看起来你判断国民党将来在初选里 就是这两强嘛 那两强如果厮杀 总有一个要出来嘛 一个出来 那另外一个跟这个会不会合作呢 朱王之间王朱之间到底怎样 王金平 昨天有一个媒体的人 这个一位主持人 他跟我聊天 他说他觉得王金平是 是想优雅的做副总统 做朱立伦的副总统 现阶段没有这个考虑 真的啊 现阶段没有 将来不是不可能啊 出选完再说吧 现阶段没有这个考虑 所以他不可能完全 跟朱立伦就切八端 完全翻脸 不是这个意思 现在翻脸好像都是 比较重话都是我们在说 你没看台面上 他都不讲重话 他讲的这些 他讲的这些也都还算是 还算是 对啦 心忙不是他 也不是骂 也没有什么 王金平的个性来讲 讲这个已经很重了 他一颗羽毛 跟一个钢刀一样啊 真的他 我不要讲了 更重的话 如果你看过他 他私底下真正生气骂人 我不是说朱立伦啊 私底下生气骂人的时候 讲的话 偶尔也会很重 但是他很少 他很少说真的气到 会在私底下 会去讲很重的话 他最气的人还是马英九吗 马英九 其实也还好耶 真的啊 他把马英九给剁掉了 不是也还好 就是说 好啦 应该怎么说这么久了 这种事情发生那么久 心情什么也都不像以前 那么激动 都慢慢平复 那我问你啊 他选总统是必然的嘛 那初选 然后他这个 跟朱立伦现在两强嘛 那吴敦毅还是要选 看起来好像一直跟在后面 因为民调差太多 那这两强相争 总有一个会出来 对啊 那一个会出来 王金平出来 他还跟朱立伦怎么合作 朱立伦出来 王金平跟他怎么合作 这是必然的啊 那双方经过这一亿之后 你觉得是 打开电窗说亮话的感觉呢 还是说小刀刺到 对方肚皮上面的感觉 那我觉得一件事 这也没什么 大家也不用太在意 至少他 不管王怎么样 他是在公开电台讲 总不是悄悄去放话 就是朱立伦悄悄 跟人家说 不是不是不是 你总不是悄悄去放话 或干什么 所以你要中风再到住院 好 对不对 我会觉得 我真的反而是 公开愿意在电台 或是新闻上面 采访公开讲 问题都不严重 就说大家都还好 如果说是真的用放话 用怎么样 找熟悉的媒体 这边放一下 那边刺一下 哪个反而比较严重一点 他昨天发布新闻啊 说他有邀约被婉拒啦 那我觉得他应该出来说一说吧 王氏在电台里面公开说的 你们这些政客很奇怪啊 我是政客吗 不是 我说他们啊 他们两个不能打个电话吗 朱立伦打个电话给王金平啊 哦院长 我们有误会啊 我来拜访你一下 哦不行 因为现在是初选要竞争 拜访一下有什么不可以 你看吴敦毅也去拜会王金平啊 有什么不可以的啊 昨天有见面啊 等一下 谁跟谁见面啊 他们昨天不是有在那个 宣春拜年 那个是假见影啊 等一下九点半 朱市长就杀来杀去 一定会被问到 等一下朱市长九点半要去哪 去华山好像 文创 对 那朱市长你最好 一定会被问到 你最好说清楚 刚才尚义夫说的 他已经去问了王金平 王金证实了说 有企业家去跟王金平说 你刚才说你有证实当事人啊 就说有企业家去跟王金平说 朱立伦说你 中风开刀住院 那朱立伦要说清楚 讲明白 这一点王金平蛮火大的 是啊 他又没有中风 也没开刀 可能朱立伦只是听到传说 私下讲讲而已 听到传说私下讲讲 这人家企业界是跟他说 王朱沛 他马上说王怎么样 怎么样怎么样 哦 企业界的人跟朱立伦讲 王朱沛比较好的说 要你的话 要你说有人跟你讲说 一夜上配 你不会很生气吗 一夜上配 我不会啊 我总不会说 我总不会说 一夜 一夜圆之 一夜圆之没办法 他现在腿瘸了 不能走路 他事实上他没腿瘸啊 我不会这样讲啊 我跟你说 对不对 我跟你讲 那天我们在放眼 有一个消息嘛 就是企业家 南部企业家 就很展览 今天跟我说 柯姐这个我们南部都支持王朱沛 真的啊 我不是那天我问你吗 你说现阶段没有 然后我们去问了朱立伦办公室 那朱立伦办公室一直不回应 一直不回应 而且他们还说 就是他完全就 然后后来 施灵就回应说 我们第二天再去问他 还说 这种问题不知如何回答 你知道我意思吗 就是说感觉到朱立伦对王朱沛 在中南部酝酿出来的这个氛围 是有点不爽的哦 义夫 问题是 王现阶段想要王朱沛吗 他也没有要啊 那为什么企业家 现在是企业家在撮合 现阶段 不是那是因为他说 王爷要选 你也要选 那王朱沛好不好 那为什么不朱王沛 我也不晓得 为什么不是朱王沛呢 王金平会接受朱王沛吗 我不晓得 因为现在初选 初选完以后再说吧 所以啊 那我问你 现在在初选上面 他们的优劣势是什么 我们各50秒钟 你帮我们讲清楚 我觉得他的劣势 是在年轻民调上面 那他的优势是 组织动员的发动 那当然你说 大家都说民调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就是说 你想一下农会系统 渔会系统 农田渔会系统 益销系统 癌症基金会系统 还有一些这种 整个的组织 宗教 佛教 一贯道等等 这些系统的发动 这个是很难让人去想象的 全部都王金平掌握 不是说王金平掌握 国民党的优势大嘛 优势非常大嘛 举个例子嘛 年初三五敦一不是去了彰化 那彰化出现了有谁吗 那彰化有全国农会理事长 议长全部都不去啊 OK 可是这些人是不是党员呢 能不能在民调上帮王金平呢 国民党的议长 国民党的中常委 怎么不是国民党 OK好好好 你们注意轮展嘛 没有我觉得 现在国民党赶快推一个真正能赢的候选人啊 那就赶快用民调来决定 那如果 朱立伦将来可以赢蔡英文吗 我觉得当然大家要全力以赴啦 那如果不管是谁 经过一个公平的机制胜出 那彼此就互相帮忙 互相尊重啦 所以朱立伦一定是用这种方式 就被动防御 也不会啊 那他到时候也会提出他的愿景啊 治国的方向啊 争取选民的支持 我今天讲一句话 就算朱立伦当选啊 王金平 初选啊 王金平也会帮朱立伦啊 不要忘记当初 当初马英九跟王金平搞得很不好的时候 马英九要建一贯道的陈道姑 都是透过王金平帮他安排的 王金平帮他安排的啊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